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 本欄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 安神又补脑 睡好 精神好 如今很多朋友习惯把自认为有用的健康信息 转发到朋友圈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但是这些健康的知识是真是假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难辨真伪的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 来帮您分辨一下朋友圈当中的健康信息 是真是假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 李军主任医师 邀请李医生 你好 李医生欢迎您 你好 来 请坐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四位嘉宾 欢迎大家的到来 那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辨一下 朋友圈当中有一些有关于肠道健康的消息 到底是真是假 子豪最近也发了一篇朋友圈 我看到了 先来看一看你发的是什么内容 素变不排 肠道不安 点开链接 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说我们人体如果要是不排变的话 体内就会蓄积很多的素变 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毒素 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抵抗力 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其实这条朋友圈就是家里的老人 发在家里群里的 然后其实从小就听家里的老人讲 就是每天要排变 这是一个好习惯 那这种习惯能让人就是保持一个体内的清洁 排出毒素 所以说如果没有按时排变的话 那其实是毒素的成绩 当然是对身体不好的 所以我就把它转发出来 对 那我们其他的三位嘉宾看到这条朋友圈 您是点赞转发还是评论呢 请取牌 我觉得这肯定得转发了 你说吃喝拉撒睡 这每一样都是人生大事 如果有一样没干好的话 就影响你一天所有的心情 所以这么多年 我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我得先拉 我拉完了一身轻松了 我才出门 我才觉得这一身劲就开始有了 所以我得转发给我 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件事 我选择评论 继续努力 争取把这个素变的彻底清理干净 我点赞 因为其实不光是听老人说 咱们平常在媒体的一些广告里 其实也能看到 就是说你要清素变 然后排毒 而且素变顾名思义是素嘛 就是一些食物在身体里 堆积了好几宿 而且又是身体没有办法吸收的 没有办法吸收 那肯定是没有用的东西 那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用的垃圾在身体里 我一想着在身体里堆积好几天 我都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所以一定要清素变 就能排长毒 我觉得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所以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看来子豪转发的这条朋友圈 是属于热门话题 得到了大家的热议 那我们来听听 李医生对这条朋友圈 您会怎么评论呢 假 大变不是毒 素变就是个伪命体 因为素变在医学上 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但是好像在这个生活上 大家都觉得是在肠道里 堆了很长时间的 这个东西叫素变 它就留在身体里 甚至有的人会感觉 这个东西会粘在肠子上 它就出不来 所以我们要想各种办法 去清素变 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 一个概念 几乎所有的嘉宾都认为 这个素变是要排出去的 我们正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 它通过胃小肠 然后在大肠 它形成这个大变以后 它会在肠道存留一到三天 然后它会在这个过程中 会排出来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 所以并不存在说 这个大变在里面待多长时间 它就是素变了 所以其实在医学上 并没有这个素变的这个概念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 我们觉得这个便便 还是比较脏的一个东西 如果它要是长时间地 停留在我们的肠道当中 会不会真的产生了很多的毒素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抵抗力 甚至有可能会产生 各种各样的疾病呢 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 好吗 好 这组道具用来模拟什么呢 这个是模拟食物 最终在肠道 经过消化吸收以后 形成大便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胃十二指肠 这是小肠 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吃进去的东西 那么在胃里 经过有胃液 有胃酸 那么在胃的搅拌混合之下 它进入到小肠 那么在小肠呢 一边消化 一边在这个小肠这个过程中 它就被吸收掉了 有营养的这些物质被吸收以后 那么这个吸收不了的这些残渣 慢慢地就被推紧推紧推紧 就推到围肠末端了 就从结肠这进来了 这个地方的内容物 它更像这样的图 就是它是那种吸壶状的 到了这个阶段 里边的营养物质就非常少了 主要是水分 食物的残渣 然后在结肠里 其实结肠会有一部分吸收水的功能 所以它水分逐渐地被吸收掉 那么随着它逐渐地往远端推进的过程 大便就越来越干 越来越干 基本上到降解肠和乙胀结肠 这个地方就成条了 然后在直肠这个地方 有一个短在积存的一个时间 一个过程 然后它就排出来 那我们一般排出来的大便 就是这种 我们叫香蕉状的大便 成形的 成形 成条 也不是特别软 也不是特别硬的这种大便 这个是我们说 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大便 所以从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大便的成分 它里头包括水 包括食物残渣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结肠里头 是有大量的细菌 那么它也会随着大便 会排出来 那如果要是长时间 这个粪便停留在肠道当中 排不出体外的话 那这些细菌 会不会给我们身体 带来过多的毒素 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呢 它是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那个素便时间特别长的时候 如果放个屁特别臭 其实这个臭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是蛋白质分泌 所带来的味道吧 但它是毒素吗 臭实际上是这个食物残渣 在肠道里 就刚才您说的 被细菌发酵 酵结以后 它产生那些物质 其中有些硫化物 包括有些引朵类的物质 这个是臭的 这些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素 但是即使大便在肠道里 存在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时候 那么它产生的这些物质量 也很少 所以一般来说 不会对人体造成多严重的损伤 所以就是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素便以后 它这个毒素吸收以后 会对人造成什么什么样的损伤 明白了 其实呢 说到底啊 肠道当中的这些粪便呢 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食物的残渣以及水分 当然会有一些毒素 但也不至于多到 影响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 那最后请您明确一下 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态度是 别被忽悠了 素便是个伪命题 盲目排毒有危害 刚才我还特别留心子豪 发的这条朋友圈的内容 它里边说 如果要是一个人三天不排便的话 肚子里边很有可能存了 12斤的分别 这是真的吗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一般人每天大概吃 一到两公斤的食物 有用的东西会吸收进去 然后没用的这些食物残渣 包括有些代谢的产物 包括我们这个结肠 粘膜 脱落的这些细胞 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 那么它实际上是 形成大便的一个主体 既然大便可能体重会降个 一斤到两斤 这个其实是我们正常的范围 而且杨斌刚才提到了 她有一个习惯也挺好的 是每天都排便 认为这样是健康的 但有的人确实是两三天 才排一次便 那这是不是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好呢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人他不是机器 他不会说每天按时到点咔嚓 他就去排便 他不是这样的 杨斌可以是机器是吗 我是硬逼迫自己这样 就我自己出差的话 我早上起来 如果在外地不排便 我都觉得不舒服 所以强迫自己 永远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非得把这个事干了 我们很羡慕你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 所以一般我们说 一天两次大便 到两天一次大便 都是正常的 这个其实人的这个排便的次数 包括它的排便的时间等等 都是跟好多因素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就像杨斌说的 跟他这个出差 生活习惯可能就变了 包括生活环境就变了 包括饮食 可能出去吃点好吃的呀 吃点当地的饮食啊 跟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 其实都有关系的 那咱们有的时候 比如这两天吃菜多 喝水多 活动多 那可能大便就会多一点 那么这两天活动少 喝水也少 又吃肉吃得多 那可能大便就少 就干 所以一般我们是跟病人说 不要追求 就是不要刻意地去追求 一天一次大便 但是一天两次到两天一次 只要解着不费劲 大便不是很干 也不是特别稠 那就可以了 明白了 所以听完您的介绍之后 我们现在明确了一个概念 素便本身 它就是一个伪命题 是不存在的 好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杨斌最近发了什么朋友圈 他说天然清肠食物 每天一碗玉米水 呱呱油 常喝 常健康 点击进去 我们看一下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说因为可能平时 吃得比较多 也比较油 那据说玉米 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的 那每天喝一碗 带须的玉米水 就可以大便通畅 还可以呱一呱 把肠道内的油 每逢佳节胖三斤 这可能不是我吧 这很多人吧 对吧 通病 一到节假日 比如说前两天我休息了 我又胡吃海喝去了 但你吃的时候 你觉得很爽很过瘾 你是控制不住的 一吃完了你立马后悔 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很神奇的效果就来了 我也是在网上看的 就是自己回家煮这个玉米水 咱们不仅是煮玉米 还得把这个有须的 这个须须也放进去 最好再带点玉米皮放进去 聚出效果更好 然后我是这么煮的 你喝了两瓶之后吧 真的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每天早上好像都能够多拉一些 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 对于我来说 你真的是农业频道的主持人 你可以喂玉米太严了 好吗 那我们看看其他三位小伙伴 您是点赞 评论还是转发呢 请取牌 我也评论 因为我觉得要去油腻 玉米肯定没毛病 能刮油吗 能刮油 能刮油啊 肯定我觉得能刮油 我选择评论呢 就是不仅对杨斌的这个说法 表示赞同 同时呢 我还有自己的方法 因为像我们在新疆 也是经常吃牛羊肉 所以我们新疆会有一个饮食习惯 就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 会喝一些砖茶 像很多朋友喝这种黑茶 卧耳茶 都说是有这种刮油啊 减肥的功效 所以不光是要评论 还希望分享更多的这个方法给大家 大家一起刮油刮起来 一起瘦起来 今天刮的是什么风格 大家开始刮油了 那子豪你的态度呢 这个我肯定是点赞 就是因为我是有很多胡吃海灾的经验 但是我不太了解哪些食物可以刮油 玉米水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嗯 今天是来取经的 对 但是先点个赞 好 看来大家对此呢 也是比较肯定的 那李医生 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评论是什么呢 家 瓜油不科学 更不存在所谓的瓜油食物 刚才已经讲过了 食物里的这个脂肪油的这个成分 经过消化吸收以后 其实已经被吸收掉了 所以粪便里头脂肪成分是很低的 而且它可以随着这个粪便 排出的这个过程中 直接就排掉了 所以肠道里面没有太多脂肪的成分 需要大家去特意去刮的 当然您说像玉米水 刚才几位都提到了 那么它是一个粗纤维的东西 它可以促进这个大便软化 包括促进肠道的蠕动 那么它有利于排便的这个过程 那么喝肯定是没有问题 是个有益的东西 明白 既然肠道当中 是不存在残留的脂肪的 那就没有刮油这一说 是的 连前提都不存在 怎么还有后续的这个问题呢 不不不 我还真仔细去看过 看什么 就是在 上完厕所之后 你得回头看一眼 这是个好习惯 然后来判断自己的这个健康情况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 尤其头两天 我觉得那个上面 真的还漂了一层油花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满意 你是马桶没有刷干净吗 不不不 就是当时的这个及时效果 真的吗 还是很明显的 那这就怪了 刚才李医生明明说了 即便是我们吃了一些含有油脂的食物 但是并不会在我们的粪便当中残留那么多 但杨斌看到的这一层飘出来的油花 它究竟是什么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但杨斌看到的这一层飘出来的油花 它究竟是什么呢 正常情况 我们肠道里头的这个脂肪成分 是在肠壁外面的 那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肠腔里面 会有这个脂肪成分 实际上是我们从日常接触的这个动物的肠道得来的 那么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 是两段从市面上买来的这个动物的大肠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右手这个它表面就是很光滑的 那么左手这个表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脂肪的结构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是这种 就这种表面很光滑的这种 对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清洗的过程中给翻过来了 把整个的这个大肠给翻过来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种 表面的这种光滑的这结构 实际上是内侧 就现在的外边其实是肠内壁 对 是里边 就是靠近肠腔的那一侧 我们叫粘膜层 所以它是光滑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真正 刚从动物身上取下来的这种状态 那么它表面这个是脂肪的这个结构 实际上是我们说细膜的这个结构 那么它这个表面我们叫僵膜层 所以它表面实际上正常情况下 是有血管的走形的 这样来提供这个肠道的这个营养成分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脂肪是在外面的 并不是说在这个肠腔的里面 所以肠腔里面是没有脂肪成分的 所以脂肪是包在肠道的外边的 对 这个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成分 那杨斌的那个油花是怎么来的 你创造了奇迹 是我亲眼所见 真的 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 任何一个东西的吸收量 都是有限度的 如果说吃得特别油 它可能有些东西确实吸收不了了 所以你能看到油 但一般很少见到 那其实就对上了 因为每次我都是胡吃海喝之后 我都会主动喝这个玉米水 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就那时候吃多了 这啥都吃 最后也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 对 吃得太过油腻了 然后它整海你又喝玉米水 它有一个快速的排泄的过程 没有完全吸收排出来了 这种可能性但不是很大 如果说经常会出现这种大便里有油花的这种情况 可能还真的需要找医生看一看 因为这可能提示一些特殊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说像油的吸收是胆质 胰霉 就是肝胆 它会产生这个胆质 然后它会帮助把这个脂肪的成分乳化 乳化以后它是帮助吸收的 但比如说像有些人胆囊切除了 或者他慢性胆囊炎 他这个胆的这个功能不太够的时候 它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对 它分解不了那么多 所以它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带有一些这种油脂的成分 另外还有就是胰腺炎 慢性胰腺炎 这个胰腺功能不足的时候 那么它分泌的这个银煤少 那么它出来的时候 这是专闭有一个词的叫脂肪磁 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出来 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时候 一个是要找原因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脂肪磁 另外一个可能我们有些情况需要补充 补充银煤呀 补充相的这些消化酶 来帮助它来消化吸收 明白了 这个事看来有轻有重 轻的可能就是前一天真的是吃了过多的 还有油脂的食物 但另外一种有可能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 所引起来的 还真得注意 是的 但是我觉得杨冰这个初衷还是好的 因为人要是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之后 我们会喜欢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让我们尝到能够排空一下 但是不是也有一些真正富含纤维素的食物 如果要是吃下来的话 是更有助于排出这些油腻的食物呢 是的 像蔬菜水我类 这种含有纤维素比较高的这些食物 其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排便的 这样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好 大家看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食物 我们可以先让嘉宾来挑选一下 大家觉得哪些食物是可以促进排便的 每人选一样吧 我选群菜 因为芹菜粗纤维多 我肯定选燕麦 因为我觉得燕麦它本身就是粗了 而且一看它就有那种颗粒感十足 就觉得对于排便肯定是特别有帮助 那我选苹果吧 因为苹果就是它里头的纤维 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说比较 丰富的 属于粗纤维 对 杨斌 你的选择呢 我选香蕉 因为香蕉你想它的那个状态 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 就好像更能够跟食物融合到一起 比较轻松地能够一起排掉 好 大家选择的对吗 李医生 其实都是可以的 都行 都可以促进排便 对 那么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老玉米 还有芹菜 黄瓜 这个蔬菜类的也是我们说纤维含量比较高的 另外大家可能还容易忽略的 其实像咱们那个小白菜的菜叶子里 它的这个纤维素含量也很高 像燕麦 燕麦确实里边的纤维含量是增加的 所以这种粗粮 实际上是我们说粗纤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么像西红柿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西红柿 可能没有觉得它这个纤维含量有多高 但实际上我说一个反例 就是我们一样是在给我们病人配这种少扎饮食 就是我们有些病人他因为病情的需要 是不能吃这种含纤维素的饮食 那么西红柿它要求去皮去籽 就只吃中间那个肉的那一部分 那么实际上就反例 说明它的皮和它的籽里边的 这个纤维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吃的时候要连皮带籽一起吃 好可惜以前把皮都堵了 有点浪费 那其他的食物呢 像包括苹果 香蕉都是非常传统 大家都知道可以通便的这些物质 特别是在这个皮的成分上 所以其实还是很好的 香蕉就是这样 生的香蕉 就这种咱们刚买回来那种青的 青颜色的香蕉 那个是不同便的 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只要是香蕉都同便 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么只有在这种特别熟的这种香蕉 那么实际上它是有通便作用的 那么火龙果 其实它的这个通便作用还是很强的 尤其是那种红心的火龙果 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见病人来说 大夫我这两天变血了 你看那个样子 我是怎么里头还好多小黑子 所以这是什么 然后一问前两天吃了这个 红心的火龙果 所以吃多了以后 它完全不吸收就都出来了 所以连那个色都在 所以这个都是咱们可以就长期服用的这些食物 对 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 为了更好的促进排便的话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再加上一定量的粗粮 是的 就比较合适了 是的 那这条杨斌发的有关于玉米水的朋友圈 您的态度是 瓜油之说不科学 大餐之后可以选择一些促进消化的食物 好 明白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杨蓉近期发的朋友圈 杨蓉说好吃又补钙 放后一杯酸奶补充乙生菌 改善便秘 让肠道乐呵呵 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酸奶里边 是含乙生菌的 是可以促进肠胃的健康 帮助消化 解油腻 所以可以多喝一些改善便秘 促进肠道的健康 因为首先我觉得酸奶 它本身就含有牛奶就补钙 同时乙生菌又能调节我们的肠道 所以我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 就每次饭后必须要来一杯 含有益生菌的酸奶 因为酸奶的种类有很多 有含什么水果 蜂蜜 但我觉得益生菌绝对是 对于缓解便秘有帮助 那我们其他三位小伙伴 对这条平衡圈是 点赞 转发 还是评论 请举牌 点赞 这说得太对了 而且现在去挑酸奶的时候 就会看那些包装 包装上有这种肠道的 你就会觉得喝了它我就特安心 然后就像杨蓉说的 义生菌反而是对肠道好的 那好的东西咱吃呗 吃完了又能轻松 多好啊 一举两得 我转发 喝酸奶一定要喝义生菌的 特别是晚上 第二天的大便的效果特别好 这一次子豪举了两个牌子 对 我是转发加评论 因为这个酸奶的好处 我是亲测有效 我是从小就喝牛奶的话 容易闹肚子 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可能对于乳制品有个体差异 有的人就不耐瘦 对 乳糖不耐瘦 就会拉肚子 所以我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然后就在母亲的受益下 改喝了酸奶 然后酸奶它不仅可口 就是小时候就养成了习惯 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然后知道了更多的好处 包括像帮助体内菌群健康 菌群的平衡 然后包括通便也特别的通畅 对 然后这些好处都有 加上也养成习惯了 所以就一直喝酸奶 也想推荐给大家 好 刚才其实我们几位嘉宾 在分享的时候 都特别提到酸奶当中 是富含益生菌的 现在我们也知道 肠道里边 如果要是有益生菌的话 就可以促进 肠道菌群的平衡 所以是不是我们 在选择酸奶的时候 就要看里边那个字 叫富含益生菌 或者是益生菌 数量越多越好 其实酸奶里边的 益生菌含量 从益生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还是不够的 因为像我们这种 益生菌的那种胶囊 它那个里面含量 非常的高 它那个都是菌粉 就全是这种 纯密度的这种东西 但是像酸奶里的 这个含量 它毕竟是有限的 另外一个 我们用这个益生菌的时候 它外边都会有一个胶囊 一个长绒的胶囊 这样它能保护这个菌 在通过胃 不受到胃酸的这个破坏 但是咱们酸奶的这个成分 它通过胃酸破坏以后 其实能遗留的这个成分 就不是很多了 所以咱们真正说 想通过酸奶去补益生菌 这个大家真的是 希望不要太高 而且就是一般酸奶 最好是冷藏保存 那通常我们女士 特别胃寒 就不喜欢喝凉的东西 会把酸奶放到 常温的这个温度再来喝 那样会不会也挺损失 益生菌的 对 会有一部分损失的 酸奶确实 它是一个健康食品 更容易消化吸收 但是酸奶里头 益生菌的作用有限 因为是这样 酸奶就像刚才我们说 有的人喝牛奶 他不耐受 但是喝酸奶 它因为已经被乳酸杆菌 它把这个奶里边的 一些成分发酵过了 它虽然已经有一个 初步的消化 所以它会更容易消化吸收 所以这个酸奶 它本身比牛奶 要更容易消化 但是酸奶里头 它是不含有酶的成分的 一般我们说 咱们人消化的过程 在胃里它有胃酸 那么在肠道里 它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 来帮助我们去消化 但是这些成分 在酸奶里头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关于 这个酸奶助消化的 这个实验证据 其实很少 就大家都这么说 酸奶助消化 酸奶助消化 但实际上是酸奶本身 自己它是没有 助消化的作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 酸奶里头 膳食纤维的含量 几乎是没有的 也没有太多的 这种维生素的成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对肠道运动的 这个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 明白了 看来我们对于酸奶的 这个期许太高了 那针对这条朋友圈 您的态度是 酸奶确实是健康食物 它是对人体是有益的 但是适量即可 也不用特别夸大它的功效 好 明白了 那很多朋友会服用一些 蟹药来帮助排便 这样可以吗 咱们常用的这些蟹药 实际上我们是不建议 大家长期吃的 因为往往这个蟹药 中草药多 比如像常见的番茄液 还有一些是含有 番茄液的这些保健品 都是打着这个排毒 美容这个旗号 去作为一个卖点吧 但是其实这一类的里头 往往含有这种刺激性的蟹药 像番茄液 类似这样的成分 那么它对肠道的刺激 是绝对是有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 一吃了以后就拉肚子 然后肚子疼拉肚子 所以是有效的 但这种刺激对于人来说 如果是长期 经常接受这样的刺激 它是比较过度的 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病人 往往会出现这个结肠 黏膜发黑的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说的 这种结肠黑便病 这个在肠镜底下 会看得很清楚 左边的就是一个 我们正常的结肠黏膜的 一个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黏膜是粉红色的 另外可以上边可以看到 这种非常清楚的 这种毛细血管网 这个一圈一圈的 这个我们叫结肠的皱壁 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肠道 所以其实看这个图 大家也可以知道 它表面是还有一层黏液层 它是一个很滑的 所以大便在里头 不会停留时间很长 甚至说大家想 那个大便特别干的时候 就粘在上头了 实际上它这个是粘不上的 包括黏膜 它黏膜上皮表面 都会在不断地脱落 所以大便是粘不上的 这个大家不用 特别地去紧张这个事情 那么右边这个图 就是一个结肠黑便病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图 那么长期的这种刺激性的泄药 刺激以后 它就会有色素沉着 就成这种爆斑样的这种表现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是正常的 黏膜的颜色没有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血管网消失了 我们都看不到了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 尝到受刺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 但是大家不用紧张 就是如果你停掉这种泄药以后 过一段时间 它会慢慢地减轻 所以一般我们常说的这种泄药 一般是短期吃 比如最近真的是大便 特别特别干 解不出来 短期吃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平时 还是需要通过 其他的办法来调整 比如说通过饮食习惯 包括多吃这种蔬菜呀 水果呀 另外就是多活动 多喝水 那么我们来改善便秘 这个泄药 大家还是一定要慎重 那么如果说真的需要用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安全 这些泄药 那么还是要通过医师的指导 来进行服用 明白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 安神又补脑 睡好精神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梁姐发的朋友圈 梁姐说呢 肠受秘诀经常给你的肠子洗洗澡 肠好 肠好 洗一洗更健康 我们看看具体的内容 说人体的肠道太脏了 那怎么办呢 最好就做一个水疗 再按摩一下 就可以把毒素寄生虫排出体外 这个也是一个老朋友告诉我的 他最近回老家 可能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 好几天都没有大变 后来听说人家给他免费做了一次 这个肠道水疗 据说做完以后呢 特别的舒畅 效果呢特别好 主要是免费的 所以心情舒畅了吧 那其他三位小伙伴 你们对这条朋友圈是 点赞 评论还是转发 请去拍 我跟梁姐一样 我也是听一个老朋友 跟我分享过这个经验 然后呢 我也其实挺想尝试的 但是我就觉得 我这个一想就感觉 这个难度 一是操作难度有点大 二是我觉得体验 肯定不是很好 但是我这个朋友 确实在尝试完之后说 果然有效 所以选择了转发 这条朋友圈 我选择还是要评论一下 因为首先这个肠道水疗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 像这种外物外力 要作用于体内的时候 一定要是在 非常严格的医生的指导之下 还有那种卫生条件 也非常OK的情况下 才可以去进行 要不然的话我都觉得 就是自己因为不舒服 我去找一家机构去直接做 是不靠谱的 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我觉得平时多注意一点 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的 促进它排便 多排便不就行了吗 大家都学我 每天早上排一排 没这个事 这一天杨斌就不受便秘困扰 因为很多便秘患者 实际上通过刚才医生说到的 一些什么蔬菜水果 实在是排不出来 所以才会想到用这种比较刺激的方式 对 那我们看看李医生 您对于这条朋友圈评论是什么呢 假 肠道虽然是人体的下水道 但也不能随意清洗 从前边我们讲的这个食物 到粪便的这个形成过程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粪便会在肠道里存留一段时间 但是肠道本身有粘膜 包括它的表面会有一些粘液取润滑作用 实际上它是可以顺利地排出来的 一般我们说这个粪便 从形成到排出 大概有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个过程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个粪便本身 它主要的成分还是这种食物的残渣 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 就我们老说排毒排毒 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大家不用对这个特别地紧张 另外肠道里还有好多的益生菌 那么你反复地去不断地去冲洗肠道 去干扰它这个过程 那么其实也是干扰了益生菌的这个平衡 另外灌肠呢 因为它是从肛门去灌 它反复地去刺激这个阔约机 它可能对阔约机的功能也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去进行这种水疗的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盲目地洗肠子的话 很有可能会洗出问题来 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 才听到洗肠的这个词的 这个行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家的行为吧 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这种素变呀排毒啊刮油啊等等 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 几乎就是同期出现的 那么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忽悠的成分在里头 它起个名字叫肠道水疗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灌肠 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 专业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用这组道具来模拟一下 在专业医院里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肠 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灌肠的 好的 我们一般是用一个袋 就是像输液袋那样的 这个注射器确实有点夸张 大家就理解一下就行了 一般我们灌肠分两种 一种叫清洁灌肠 一种叫保留灌肠 那清洁灌肠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把肠子里的这个脏的东西往外冲一冲 这种往往是做术前的准备 比如说肠道的手术 那么它希望肠道是一个比较清洁的状态 那这种时候我们用清洁灌肠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保留灌肠 比如说局部的一些疾病 那么需要把药打进去 让保留一段时间 让这个药再粘膜起作用 那么这种是保留灌肠 那总体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细软的这个管子 从肛门把这个管子放到这个直肠里 一般其实这个管子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它很长 但真正能进去的 其实一般也就是在直肠了 然后管子放到这个肠壁里以后 然后我们会往里注水 一般我们不是说就是什么水都能行 一般我们是要求无菌的生理盐水 或者是我们有药的这种情况下 有些药液 那么我们就往里打 打进去了以后 在里边保留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病人再排出来 那么它这个里边这个脏的东西 就顺着就一块就排出来了 好 你看 等同于肠道当中的一些脏的东西就排出来了 对 就排出来了 被冲洗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它肠道水疗 其实它也是用的这个概念 但因为这种一般我们都是从医疗目的来开始的 来进行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正常我们不建议做这些操作 因为在这过程中 其实这个管子进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比如说像我们见过在外边美容院做了水疗以后 出现肠道穿孔 然后去医院去做手术的 是捅破了是吗 捅破了 天哪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另外就是反复的这种天天去灌肠子 其实对肠道的功能 包括它这个粘膜的损伤 包括表面医生菌的这种损伤 其实都还是有的 所以一般正常人没有医嘱的情况下 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这些 明白了 所以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总的态度是 肠道并不脏 喜肠需谨慎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四位嘉宾呢 带来了四条朋友圈 都是有关于肠道健康的 我们自以为这个真的说的是千真万确 但是听完李医生的这个分析之后呢 我们发现有些呢是被片面的夸大了 而有一些呢那真的是假的呀 那最后对于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肠道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 规律饮食 包括饮食的结构要丰富 特别是蔬菜水果 另外一个还是要多喝水 多喝水多活动 那么对于促进肠道的运动 保持肠道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还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 每天按时去排便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有些病人长期慢性便秘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这个排便习惯没有了 所以他每次都很被动的 他必须在肠子已经感觉到 这个有便宜的时候 他才能去排便 但是实际上我们建议 大家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 一般我们建议是饭后 那么这样他这个肠道 它是有一个未结肠反射 这个时候是肠道的活动 最活跃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 也是去定期的去排一排便 那么到了厕所 一定要就干这一件事 不要带着手机 带着报纸 杂志 一去在那蹲半天 这个实际上不是去排便去了 那么就干这一件事 那可能过上半年一年 重新这个排便习惯养成以后 那么他这个排便会更好一些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排便的方式 最好的排便方式是蹲位 所以就原来那种蹲坑 实际上是更合适的 那么如果说家里 现在都做便器比较多 如果排便困难的时候 可以买那种 网上有那种帮助排便 那种小凳子 然后让这个腿抬高以后 它就模拟一个蹲位 其实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习惯 也可以帮助我们 保持这个肠道的健康 好 感谢李医生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x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